英志文 印光大师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他讲到文昌帝君生命流转的状况 文昌帝君的前十七世都是一个读书的士大夫 一个人能够十七世做善事 那不容易啊 十七世要按照时间来算 差不多有一千多年 一个生命体在一千多年当中 熟读圣贤之书九秀圣贤之道 这是很不容易的 到了第十八世的时候 生命有了变化 因为住行无常 生命的水流 你哪一个时候碰到石头你不知道 他到第十八世的时候 投生做汉高祖的爱妃妻夫人的儿子 就是赵王如意 赵王如意累积了十七世的善业 他一出生的时候 不但相好庄严 而且从小非常的聪明 深得汉高祖的喜爱 汉高祖好几次要把吕后所生的儿子太子废掉 因为汉惠帝流营实在是太无能了 但是吕后的功劳很大 我们知道 除汉相争的时候 没有吕后的帮助 汉高祖是得不了天下的 所以在吕后极力的反对之下 汉高祖好几次立照王如意做太子都没有成功 但是因为这样让吕后产生称心 他以为是七夫人从中挑拨 等到汉高祖往生以后 太子汉惠帝即位 汉惠帝这个人没有什么能力 当然是吕后掌权 吕后掌权以后 就开始报仇了 他把七夫人抓过来 把他的双手双脚砍掉 二个眼睛挖出来 鼻子消掉 嘴巴也破坏掉 然后再把他杀死 用极度残酷的方式 把其妇人给杀死 那个时候赵王如意已经回到他赵国的属地 吕后用计谋把赵王如意调回京城 然后把他杀死 赵王如意要死之前 就看着吕后说 我们母子跟你没有什么诚恨 当初父王要立我为太子 我是没有意见的 你因为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杀害我们母子 我不甘心 我来生一定要报仇 中未学过为时学就知道 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发愿的 他发了这个邪愿以后 当然会对他的生命产生错误的引导 果然没错 他被杀死以后 本来他的善业力是要往上升的 可以往生四天王天或刀利天 但是升天的时候 经过一个山上 这座山上有一对老夫妇在那个地方祈祷 哭得很厉害 老夫妇说 我们二个一生没有做亏得的事情 但是膝下无子 上天对我们不公平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再生儿子了 祈求天神能够怜悯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小动物 只要是生物都好 讲完以后 就把女众的头发剪下来放在碗里面 把男众的血也放在碗里面 盖起来 我们知道这个赵王如意 这个文昌帝君 他在临死之前 起了一个称心 这个时候称心为阴 邪怨为阴 然后又看到老夫老夫的祈祷 就动了一个念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上缘 因缘和合以后就投胎了 就在碗里面变成一条小蛇 变成小蛇以后 这对夫妇第二天来到山神面前 把这个碗打开 哎呀 是一条小蛇 小蛇也好 总之是一个有明了性的动物 就把他带回去当做儿子来抚养 中卫要知道这条小蛇 他不是业力所招干的 他没有罪业的 他是一念的邪怨所招干而堕落到三二道 这条小蛇累积了十七世的善业 所以他长大以后是能够神通飞行的 看他的意思 那是一条大龙 不是一条小蛇 后来 我们讲暴障 文昌帝君累积了十七世的圣贤之道 一千多年的道理在他心中蕴藏 但是他变成一条蛇的时候 这个果暴体就对他产生折胀 他很喜欢吃肉 他的父母亲是个穷人家 给他的肉不够 那怎么办呢 就把隔壁的鸡鸭鱼肉给吃光了 这时候隔壁的村民 就一状告到官府去 官府就把这对夫妇抓起来 说你家养的这条蛇 把人家的肉都吃掉了 请把这条蛇交出来 这对老夫妇说 这条蛇是我们的儿子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们吧 我们不可能把儿子交出来 这个时候 官府就把这二个人抓起来抵罪 文昌帝君这条蛇他是有神通的 他一回去看不到父母亲 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就变成一个年轻人的模样 来到官府找县太爷 看样子 一个人变成蛇以后 脾气也变得比较高慢 他跟县太爷说 你是不是几天前抓了一对老夫妇 县太爷说 是的 这个年轻人说 我县你三天之内放人 否则你会有大灾难 讲完之后就走了 当然县太爷他不会理睬这件事 后来文昌帝君这条大龙 就到大海去吸了很多的水 把整个线全部淹没了 把他的父母亲救出来 死了三千多人 当然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 第一个 他以前只是一时怨力的糊涂 变成一条蛇 是没有罪业的 他现在的生命体 有三千多条人命 在他的阿赖耶石当中 这条蛇就掉下来失去神通 第二个 他这个色深的鳞片长了很多的橙 咬他的肉 第三个 他就感到整个环境非常的燥热 躁动不安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讲了 后来遇到释迦牟尼佛的出现 跟他开导 因为他以前在十七世做官的时候 有一次做周昭王的大臣 周昭王有一天夜梦惊人的时候 他跟周昭王说 这个惊人就是西方的佛陀 你赶快造一个佛像供养起来 周昭王听了他的话 就干一个佛塔供养佛陀 他就是在那一生跟释迦牟尼佛结了善缘 后来招感释迦牟尼佛为他说法 说法以后 他把心中那个称心邪愿消灭 消灭以后 心若灭时罪一亡 他就解脱了十身 后来就投胎 后来慢慢慢慢跟三宝结缘 后来就解脱了 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程 当然这就是一个借境 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 当然一个人的本性 塔阿赖耶什的种子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环境的重要 你看文昌帝君如果没有遇到吕厚这样恶劣的行为 他会起称心吗 他要不起称心 他怎么会变成一条蛇呢 他不变成一条蛇 他怎么会去吃人家的肉呢 他不去吃人家的肉 他怎么会去造这个杀业呢 这个是肩上的事情 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所以说 我们在三界流转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说你想修行 你就可以修行 这个世间上不是只有你的存在 还有很多人在一起 人跟人之间都不是善人 你也不是诸上善人 我也不是诸上善人 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 那怎么办呢 今生你刺激我 来生就我障碍你 就这样子今生你修行的时 他来刺激你 当然他刺激你 你就缠生恨 缠生恨 你嘴巴没讲 这个就是姻缘法 除非你能够原谅他 把心中的恨化解掉 不然 只要你缠生恨 好了 来生的时候该你报仇了 你去障碍他 第三生他又开始回报你 那你们二个就没完没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看我们娑婆世界修行 真正环境的运速产生的障碍非常少 说这个道场没有饭吃 这个道场没有疗房住了 很少 修行人都是跟人有关系 十件事情有八件是跟人有关系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他告诉我们诸上善人聚会 一处非常重要 避免人跟人之间的障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